有人問說為什麼嬌生要決定要分裁 這個CAMVU出來 那當然他的官方說 就是要改善公司的戰略 以及增加經驗增活性 他就是要讓這間公司 未來去負責這個廢子粉做事情 總之他會說 我們嬌生可以更專注在研發藥 就是藥相關的 然後對民生消費有關 有相關的就交給CAMVU去負責 第二個說那你們為什麼 因為有些公司做公司分裁的時候 他們會選擇發還現金 就是還掉還股東一部分的錢 然後再讓你自己決定 要不要去買新公司的股份 那說為什麼你是用全部 是用換股的方式來做交換 姜生直接說我要為了結稅 就這麼簡單 幫公司結稅也好 幫股東結稅 因為發還你現金 你就變成是可能會產生 所謂的失資上的收入 要以實現獲利 那就可能就有稅的問題 那換約之後兩家的關係會是什麼呢 那姜生就說我會 目前會在 換約完成的時候 我會持有約莫10%的CAMVU的股票 但是姜生對這一塊的說法是 他們可能會慢慢的把這個賣到市場上面去 就是他們會變得是說真的是跟他分開啊 那到底為什麼他決定 把話說的一個單字 我可能會把股票賣出去 換之前他姜生持有了 已經將近要90%CAMVU的股份了 那現在就是換出去給股東 他就是把他釋放掉啦 對 不然之後就會剩下大概10%左右 那再來就是很關心的是 姜生是一個股息王者 他股息發放已經 而且成長超過50年了 那當然我原來嬌生我一直領股息領得很開心啊 那我換出去CAMVU CAMVU會罰股息 那當然CAMVU才剛掛牌 5月才掛牌 那就說沒問題了 你在8月28號有一個 比較專有名字叫Record Date 就記錄的例子 8月28號那天他會記錄 有哪一些股東你已經持有CAMVU的股票 那你們已經確定了他在好像是前幾個月 他就已經有宣布了 我們會在這一季度會發每一股 0.2塊美金的股息 每一季度那在9月7號會發出來 但前提是你在8月28號之前 你就已經要有這個股票 不管你是用換的還是你現在去買 總之這一次是會發股息的 那我相信他應該會 我覺得也許會延遲以前的傳統 就是會股息成長 會股息成長 所以CAMVU嗎 我預測是這樣 那如果說我們決定要換 那我在換約完成之前 我的交生還有股息 其實交生他那個寫的比較關 他說其實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因為換約截止是18號 那這一次的 這一個季度的交生跟CAMVU 他們的發股息的日子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Record Day 跟那個Payout Day 基本上都是同一天 當然也比較好處理 反正錢就一次發 簡單的說 紀錄的日子是28號 如果你有換的話 你的交生已經就不見了 所以就是沒有存在什麼 把股息收不到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是全部換的話 你的交生就已經換成CAMVU了 那你的股息就去CAMVU了 就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跟我們有關的是 美國以外的股東 能不能參與這個所謂的換約 那他們的說法 其實寫的蠻文周周周周 沒有不行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就是每一個國家 其實對於這個投資 其他國家的證券 他們的規矩是不同 那台灣好像就沒有特別去限制到這個 我覺得台灣在歸納為海外投資 其實就是 簡單講一個海外收入之類的 沒有特別額外限制說 我們不能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原則上台灣的同學是可以的 好再來 他說可不可以 我只有50股的交生 我可不可以只換一部分 當然是可以 他說你可以全換 你也可以換部分 或是你可以不換 好那下面就是一個 股東問問題 他說如果今天我不想要換怎麼辦 就是什麼都不要做 這蠻像我的味道 這不要做 你只要忽略這一封信 或這個offer就是 他就你的交生就不會動 就是維持原來的股票 就沒有什麼差別